一连串正御龙的枪响 士兵在森林里展开最激烈的战斗 同时在附近 乌克兰无人机部队聂伯一号 正在执行任务 锁定俄军位置 准备轰炸 乌军表示 以往看到俄军坦克时 他们已经正朝着乌军开火 如果不是无人机 根本找不到 躲在高耸树林的俄军坦克 而这支无人机部队 更能亲手改造检疫无人机 将弹药安装在无人机上 完全自给自足 事实上 乌克兰在去年10月11月 逐渐收复师徒之后 至今一直没有重大进展 同时俄军对乌冬加大攻势 在瓦格兰傭兵声称 卓下苏勒达尔之后 俄军又对外宣称攻下 一座城镇 空巨像接着一阵大爆炸声 这也是乌冬布格列达尔 当地政府表示 他们在24小时内就遭受到 至少300枚各式飞弹攻击 空拍画面来看 布格列达尔仿佛一座死城 毫无生气可言 从地图上来看 在巴赫姆特战役进行时 俄军马上将战事转移至 东北方的苏勒达尔 接着又在西南方的布格列达尔 排皮另个战场 似乎正想从南北两面包夹巴赫姆特 再加上乌克兰一部队指挥官坦言 巴赫姆特的乌军身亡惨重 正时正在考虑撤军 恐怕巴赫姆特真的快要守不住了 东西和陈卫生战役报导